天空中出现巨大人影 看起来好像幽灵 游客登山遇到怪异现象 大自然美轮美奂 鬼斧神功 地球上一些景点存在着十分神奇的现象 有时候 一些怪异现象经常让人陷入困惑 一名游客在德国布罗肯峰游玩的时候 发现了十分诡异的现象 当时恰好处于大雾天气 游客发现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朦胧的人影 起初游客被吓了一跳 还以为遇上了传说中的幽灵 或者是其他灵异现象 后来在同伴的解释下 这名游客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这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 被称为布罗肯幽灵 或者布罗肯现象 它是气象学中的光环 形成过程也比较简单 布罗肯幽灵一般出现在浓雾天气 阳光穿过云雾被反射 然后和云雾中的水滴 发生掩射或者干涉 最后会形成一圈彩虹光环 与此同时 光线会将观测者的身影 投射在雾气上面 由于视觉错位观察者的身影会被放大 彩虹光环中会出现观察者的影子 看起来好像一个浮在空中 虚无缥缈的幽灵 早在很久之前 人们并不明白彩虹光环的成因 因此才有了很多带有诡异色彩的名称 比如山中鬼影 布罗肯幽灵 布罗肯的妖怪等等 有趣的是 布罗肯幽灵不仅仅会作用在人身上 有时候也会作用在正在飞行的飞机上面 实际上 布罗肯幽灵在中国史书中早有记载 只不过史书上一般称之为 佛光 宝光等等 有时候也会遇到美轮美奂的峨眉山佛光 自己的影子处于光环之中 影随身动 美不胜收 布罗肯风的高度只有856米 但是它的微气象 却类似于海拔2000米的山脉 每年9月份到次年5月份 山峰顶端都被矮矮白雪覆盖 而且一年中有300天都是处于大悟天气 因此布罗肯风上面 非常容易出现布罗肯幽灵现象 由于布罗肯风经常充满了玄幻色彩 经常和幽灵已经与巫联系在一起 因此 哥德曾经将这些故事引入到了自己的作品《浮世德》中